膽固醇女王另一面 揭秘大胃王私生活 只會想說我很討厭吃飯 挑戰數十難八天 單單漢堡全餐而一戰成名的他 登上新聞版面 成為南部大胃王名女代表 一點有花六個小時在吃飯吧 第一次覺得很誇張的是 我們就是以前的同學聚會 然後我們約去唱歌 跟那個KTV點餐 然後他就一開始都是一碗飯 再一碗飯 然後跟那個服務生說 你可以再給我兩碗飯嗎 到最後他直接跟他說 你可以給我一鍋飯嗎 那一次是我們真的 大家都嚇到才發現說 他原來這麼能吃 而且他是吃到 大家買的鹹酥雞乳味 其實都已經沒有料 他還可以拌著那個乳味汁 就這樣嗑掉一鍋飯 高聖塔 蒜桃 煸湯啊 經常消費的店家 都已經形以為常 直接奉上碗公 如此驚人的食量 是不是身體生病呢 我們檢查他剛出入的健檢報告 發現除了膽固醇高出標準值一咪咪 其他腸胃消化系統 完全是健康寶寶 醫生就說我的位置 又深又寬這樣子 難怪我很會裝 媽媽養出來的 因為小時候我們家就是 不會讓你浪費啊 反正就是超出你的時間 媽媽就會讓你慢慢吃 所以小時候吃飯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我早餐來 剛吃完我們又要吃午餐 午餐剛吃完被揍完 我們又要吃晚餐 記者突擊他家的冰箱 發現裡面居然清光光 少阿妹說 還在等媽媽不會啦 只有45公斤的他超級纖細 房間衣櫥堆滿工作衣物 上妝神素 再加上好歌喉 是南部各大廠商指定的主持人 但沒想到翻越老照片時 國中大多是外貿協會嘛 然後說我對人又胖又醜 又愛多管錢吃 書包就是會不見啊 或是課本會被丟掉啊 東區會在垃圾桶被找到的那一種 現在因為很會吃而爆紅 他也透露大胃王的心酸 如果真的要餐餐在外吃的話 我覺得兩三萬跑不掉 還有交往八年的男朋友 要回頭討養活食費 每每吃飯朋友們都吃到了 無聲趣的滑手機 阿妹還是一直不斷進食中 但不僅僅是網紅卸下滑服後 他還是一位救援愛媽 你知道我說狗狗的特質 放在人的上就不可愛啊 你知道狗的腳短狗很肥狗很呆 就很可愛啊 狗連腳錯都可愛 八年前一腳踏進動物救援的世界 家中也成了小小收容所 我們家的狗都是流浪狗 然後小隻的都是繁殖場 本來是一屁要被丟掉淘汰的狗 然後不知不覺就養到了他20歲了 你會覺得你幫完他們之後 你會覺得很開心 是另外一種賺到錢的開心 那種比你拿了兩萬塊在手上還要開心